来了来了,方舟水游官方终于开始预热即将更新 时隔三年,新的方舟水游时代即将来临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产母人 就在今天凌晨,方舟水游官方发布了一条最新的动态 内容就是想要了解方舟水游最新的消息嘛 当时就给我激动的 直接从床上爬起来 好家伙,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之前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地牢更新 甚至到后来只有每个月的活动轮回安排 现在终于开始要干正事了嘛 终于要来了嘛 可在我查阅了方舟水游官方全部频道的全部讨论内容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官方还没有在这里面发布新的内容 不要着急 虽然新的消息还没有发布 但这也足以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官方是谁,方舟水游会更新 之前要说方舟水游要更新 那全都是来自方舟生存计划的官方通沛福 而不是手游的官方 但现在手游的账号已经宣布 他们要恢复更新了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在这条消息过后 各位也不用急躁 他们已经开始预热更新了 那接下来就是不断的爆料 不断的这个方舟水游重置版的消息 叉叉也会持续跟进最新的内容报道 哎呀,不容易啊 最后再说几句 方舟水游重置版肯定适配安卓12、安卓13的 适配都做不出来 那跟随别做游戏了 目前不适配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更新制作 等之后就完事了 不要再来问我了 那方舟水游重置版什么时候上线 也是在年底 年底 我也不是官方 你们问我也不会加快他的发布时间 更不会说 我说几号就是几号 别再问了 至于其他关于方舟水游重置版的问题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发布的视频啊 这个行家以前那些退游的玩家 你们还会回来吗 我再看这期视频的各位观众 也是否想和查查一起 在这个行家来一场全新的方舟水游之旅呢 那好的,我是一只叉目人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